什么样的人最容易被害? 纵观历史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就是聪明有才华的人 往往都会遭到缠绑陷害乃至陷于死地 这是为什么呢? 圣人老子说 聪明而有深刻观察力的人 学识渊博变才无碍 但往往离死地不远 因为这样的人 平时总是喜欢议论别人的过错 喜欢揭发别人的恶行 所以常常遭致危险极深 聪明的人悟性高 才思敏捷 但是往往这样的人都有些傲慢 喜欢平易别人的过错 真编实事很容易就得罪人 平常聊个天 喝个茶可能还好一点 但一旦落了笔 写在纸上 或者是录成视频 传播到网上 流通出去以后 就会被人陷害 人嘛 不炫耀自己的人很少 有才华的人哪有不炫耀的 有一点什么本事都唯恐天下人不知 这归根结底还是浩鸣啊 为什么喜欢评论别人的过错呢 其实还是因为要显示自己的学问和才能超出常人 这样就容易遭人嫉妒和陷害 中国古代因为说话而惹祸坐牢 乃至被砍头的人比比皆是 所以我们做人做事一定要低调 不要耗鸣 以免招人嫉妒 特别是跟不熟悉 不了解的人相处 说话尤其要注意分寸 不然的话 很可能给自己招来麻烦